哈啰,很久沒有上載影片上YouTube了 今天終於有心情,還有一些時間 其實是想上載10月拍了一條影片,想放上來 但當我想到,咦,有時間放上來,不如拍一些新影片 又買了一塊羊扒,想煎來吃 我自己也沒試過在這個頻道,放一些食物在YouTube 不知道會不會悶到大家 但我又是一個新嘗試,在10月份的影片之前 就放了一段幾分鐘的食物的影片上來 今天沒有聽黑膠,因為那些東西都還沒拆好 就用藍牙喇叭,用網台聽歌 有一段時間沒有這樣,算是認真聽歌的 當然是選陳百強,選Danny的歌 選了一首《當我想起你》 今天這個心情,聽這首歌 《當我想起你》當然很明顯是一首情歌 但今天我聽這首歌,《當我想起你》這個《你》 在我心目中其實就是香港,甚至是舊時的香港 那為什麼我這麼喜歡聽黑膠呢? 就是因為以前的黑膠唱片 就經常帶給我當時的情懷、回憶、感覺 那我經常都活在七十年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中的 所以聽歌都聽了這些,舊歌多 新歌我都會聽的,我又不會說新歌 我又會抗拒的,我都會聽新歌 那但是舊歌呢,尤其是以前經常聽的那些都會無管動 好像現在Danny在聽這些歌,《當我想起你》 那以前的香港,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九十年代 是我自己最大記憶的一段時間 那不知為什麼呢? 真的打了後那段時間 就可能人多東西搞了老了 沒有那麼好記憶 那現在我吃著羊扒,一邊點著芥辣 就能令我想起當年,小時候,我家村長大的 就吃,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吃過 在街邊吃牛雜呢 那吃得最多,最髒的時候的牛雜呢 我就是那個價錢就是五毫至兩元的時間 一吋的牛肺 那個時間我就吃得最多 那不怪一吋牛肺,那我就會點芥辣吃 很好吃 那我剛才吃這塊羊扒,點芥辣呢 就想起那些味道了 那除了,我以前住在收茂坪 那有很多這些街邊當吃的 那就頭雜我會吃 那當然那些魚肉山菜不能走 魚肉翅,是不是 然後呢,我還記得 我是住三十八座的 那三十八座對開呢 就有當車仔煎蘿蔔糕的 那那個叔叔呢 我那時候覺得很好吃 煎完蘿蔔糕,煎香它 塗兩層豉油 拿一張紙夾著,那我就拿走 差不多每天我都給錢去買的 那突然間吃完這個芥辣呢 就想起這兩樣東西 不知道為什麼 那想起以前她在香港呢 那所以每次想起她都會想起她 那相當美好的一個年度 也都很多時間我可以去聽歌 因為我都是不讀書人 人家在讀書我就去了踢球 或者我在家裡聽著歌 那很早我也有買黑膠唱片 那所以我第一支黑膠唱片是葉德閒 第一支黑膠,葉德閒 券的,券的券那支 有少少粉紅色的唱片,黑膠唱片 那直至所有陳百強、張國榮我都會買 那就達明一排都會買 那其他的歌手,粒粒雜雜 我都會買黑膠 那今天吃著這塊羊扒呢 我自己不是很擅長煮東西的 要夾眼試一下,都挺厚的 唯有聽別人說,不要太慢火 小火一點,煮久一點 那都合格的,自己吃下去都應該不會肚痛的 那蘸一下辣汁,Tabasco,蘸一下粗鹽都已經很棒 那一會兒聽完這首歌 當我上來,我就會播回十月份之前 拍了的Youtube,沒有時間上來的影片 就上來 那桌上放了這四個醬 就是今天我吃羊架的食材料 粗鹽,Tabasco,芥辣,三個醬 綠色就是我的藍牙喇叭 那黑色就是我們A加的水瓶 那是不是沒試過看我這個Youtube 定了在這裡 又聽到我吃東西的聲音 不好意思 我猜不到吃東西的聲音這麼大聲 原來知道自己 那以前的香港 又是令到我相當的懷念 那所以 經常都聽回黑膠 那大家有興趣就訂閱我這個頻道 多謝,Thank you,拜拜 拜拜